一块红糖 走出两种对象无法拒绝的小王子 糯米粉少量多次的加入温水 揉成团 揪下一块抽成小王子 煮的时候要注意水开在下锅 过一下轮水口感会更Q弹 压筷先烫一下 均匀的撒上一层黄豆粉 穿成一个个小串 这一步红糖可以熬多一点 因为后面还要再做一碗 把粘稠的红糖淋在小王子上 剩下的小王子直接夹到剩下的红糖里 撒上芝麻拌一拌 同样的食材做出两种不一样的口感 赶快给你对象安排起来吧